国道3号云林斗六路段 昨天发生四死22伤的严重车祸 最新的撞击瞬间画面曝光 其中游览车上一对母子不幸身亡 赖爸爸牵着女儿的手赶到殡仪馆 蹲在地上跟儿子说话道别 场面令人鼻酸 另外陈姓游览车驾驶 在检方落叶征讯之后 坦承他当时赶时间开快车 检方认为驾驶有逃亡之余 遭法院裁定击押 撞击瞬间曝光 游览车失控 推着银色旧车撞击外侧护栏 跟着知识型飘移 冲撞内侧护栏后踩停下 现场零件四散扬起大量白烟 这迷状造成轿车上两人死亡 游览车上一对母子也跟着没了 呼吸心跳 车祸过后 赖爸爸牵着女儿的手赶到殡仪馆 在李医师的引导下 蹲在冰柜旁来见儿子最后一面 父子俩就像平常一样 讲着悄悄话 让在场人员一阵鼻酸 令人心碎 同一时间 诚信游览车驾驶 头部包裹着纱布 被带到地检署漏液议 诚信驾驶坦诚 赶时间开快车 时数大约110 120 还强调是车上乘客要求的 检方认定他犯罪嫌疑重大 因此向云林地院申请积压 设险刑法过失致死 及过失伤害罪嫌 犯罪嫌疑重大 且有积压之原因及必要性 根据了解该部游览车 在2012年出厂 有六次违规记录 驾驶人也有十次违规 台北市区建立所上午前往 游览车公司稽查 若发行业者有管理不当 与事故的因果关系 最终将储新台币9万元 停职营业中车辆数 二分之以上三个月 并调整评件等地 要给家属一个交代 借过甄云林撑倒 疫情后国境开放满一年 但是观光逆差还是持续的扩大 不同语言别的导游 工作量更是出现两样情 根据观光导游协会的统计 东南亚韩国旅客 亦后成长快速 但相对稀缺的泰语 跟越南语导游 却面临供不应求 反倒是占最大宗的华语 日语导游 因为路客不来 面临无团可接待的窘境 而日课锐游 导游的工作量 也减少了超过五成以上 过宫前开心跳跃 合影周末一早 博物馆内涌现不少 东南亚日韩旅游团 负责带团的导游 现在却因为不同与别 背负的工作量 出现了两样情 一个月大概四到五团 考证照 比较难一点 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因为他缺导游 我就出来帮忙 工作量相对的 也减少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机会的不够 还有人员的问题 还有导游各方面 东南亚韩国旅客 意后成长快速 但相对稀缺的语别 导游面临功不应求 根据观光导游协会指出 目前越南语导游 最高有两成五的缺口 泰语导游也缺超过一成 而韩语导游也有两成缺口 反观国内占最大宗的 华语日语导游 今年因为路客 尚未开放 有70%的华语导游 无团可接 日语导游 更因为来台日客 锐减工作量 比疫情前少了五成以上 稀少语言导游部分呢 能够再加强的培养 或者是在整个 证照取得方面呢 能够再宽松一点 或许导游考试制度 都需必备中文能力 观光署职业 门槛过高 将会办理 稀少语别导游 辅导考照训练班 辅导具有外语能力的 新住民 桥外申通过考试 强化观光旅游知识 解说技巧担任随团服务人员 62个小时的专业训练 在过去几年 虽然训练出来有两三百位 但是今年我们认为 还要让他们各接近实施 中文导游搭配 稀少语翻译人员 这样的来补足这样的缺口 以后观光市场 各国恢复状况 并不平均 也让各与别的导游 面临不一样的窘境 这里是徐熊明 台北采访报道 受到东北戚风的影响 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 出现在宜兰县五节乡 18.9度 随着东北季风趋缓 接下来各地的温度 有机会回升 另外今天到明天 迎封面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雨 大台北山区 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雨 而周二到周四 水气减少 各地多云道晴 有望迎接三天的好天气 但是礼拜五开始 又会有另外一波 东北季风来报道 到时候周末又会变天 欢迎蒙蒙天空突然下起 茫茫雨 有人立刻撑伞 有人还来不及躲雨 近期天气一变再变 22号北部东北部气温骤降 气象主观测 22号清晨平地最低温 出现在宜兰五节乡 只有18.9度 不过随着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有望回升 根据气象署 一周天气预报显示 北部地区高温 有望回升到30度左右 中南部高温 也落在30到31度 周二周三跟周四这三天的话 台湾附近的水气比较偏少 温度上这三天 周比较北部跟东北部 还会再进一步回升 至于低温的话 未来周大致上变化没有太大 大致上都是维持在 21到24度这个范围 而本周将迎来连续三天的好天气 气象属预估 22号到23号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 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 周二到周四 24号到26号 水气减少 大部分地区呈现多云稻情 不过周五 27号又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 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 又会出现局部短暂雨 周末水气增多 甚至气象专家假惺惺预估 下周日全台都有降雨可能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在东半部沿海这边 可能会有局部交代 也是发生的几率 周二到周三 周四这三天的话 当然附近的水气 是比较偏少的 周五周六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又会转回有局部短暂雨 入车后 东北季风一阵一阵 天气变化大 提醒民众随时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 继续暂雨 台北采访报道 一名男子到电信门市 假装测试展示机 结果趁电源不注意的时候 拔下了自己手机SIM卡 插入展示机 调包偷走 电源发现手机一场 惊绝被偷 警方找到这名男子 不过男子呢 已经因为毒品案 被抓进了看守所 他公称是因为吸毒 头脑不清楚 加上想要换新机 才会动歪脑筋 头戴帽子 假装认真 看着说明书 还不时滑着展示机 眼看没人注意 竟然拔掉自己手机SIM卡 插进展示机 大摇大摆走出店里 电源寻电时 发现手机功能 有异常无法开启 并且荧幕有破损 才发现 这个手机遭到置换 立即报警处理 手机打不开 荧幕有污损 加上比对机身号码 电源这才惊绝 手机被调包 造窃店家就位在台北市中正区 一间电信门市 当时他将手机偷贴换日后 人就跑去搭捷运 警方透过悠悠卡 进出站记录 锁定一名三十多岁 马姓男子 不过这名男子 却在偷完手机两周后 因为毒品案 被抓进看守所 因为吸毒又想换新机 竟然起了歹念 店家已经提高侵占 造窃手机为知名 韩国品牌 五年前出的产品 目前价格大约五千元左右 一花接木换新机 自以为天翼无缝 树不知监视器 全都录 记者梁家伟 斑马旺家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